用一个很自然的方法 去做一个很美的彩虹字体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ix 我是 Jackson 欢迎来到社IP Studio 今天呢 我们要来学怎样做彩虹字体 彩虹字体 因为呢 如果你是用Gradient 它有一个Function叫Gradient 你直接Feel Color 它会变得很像没有这样自然 然后我们今天用一个很自然的方法 去做一个很美的彩虹字体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的话 我们是一个知情教育频道 专门分享网页设计 影片设计 Facebook Marketing的一些策略及技巧 如果你正在关注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记得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啦 打开AI 然后呢 我们要画圆圈 要怎样画圆圈呢 就在这里 我们选这个图 OK 按一下 然后还有别的啦 可是我们今天要圆圈 如果不是圆圈 你就right click 然后选圆圈 OK 然后就画一个圆圈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换这个颜色 因为彩虹字体 它的Base 还是Gradient 所以我们要先Fill这个颜色 去Gradient Gradient 在这里 OK 我们就选这个 呃 它这里有一个Strope 我们不要Strope 在这里把Strope关掉 OK 再来这里 然后我们Fill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都可以啦 这样就会觉得呢 大概 大概 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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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double click 就可以换颜色了 然后呢 同样的动作 你要做四个 各样的颜色出来 那我们要Copy 这个圆圈 那要怎样Copy呢 Command C 你可以Command C 然后Paste也是可以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回去 选择的这个 就是按 Selection OK 然后Selection 2 后呢 你要按住 这个 拉的时候 就是你要按着Shift 跟Alternate Alternate 就是Copy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按着Shift的话呢 你会拉拉跑 如果你按Shift 它就会跟着直线 OK 然后放手 然后 有了这个动作之后呢 可以直接 继续再复制的 那怎样按呢 就是按Command C 按一次它就会变 哦 它的尖个也会自动拍 对 它会同样的动作 跟你再复制 就是Duplicate 的意思 所以叫做Command C 它的Shift OK 然后我就有四个不同的颜色 然后我就要换别的颜色 比如这个的话呢 我想要它解嘛 所以呢 我就按这个Reverse 把它换过来 粉色就在这里咯 然后我就只需要换这个颜色 嗯 可能粉红色过后 我就换一个粉红色 嗯 然后呢 这一个 我要C这个颜色 我按I 然后点一点 它就会跟它一样颜色了 哦 然后 我就再换 再转回来 这个 可能选一个黄色 然后这个 这个 我们选一个 换回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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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换回来 这个 可以换回来 好 然后 去回V Selection Tool 然后我们选这四个 这四个圆圈 Select在一起 然后呢 有一个Tools呢 叫做 Blend Tool 嗯 就是让它的颜色 可以Join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选这四个 我们要怎样用呢 就是Double Click 这个Icon OK 就可以来到这个Option 这里 然后呢 你就From这个地方呢 你可能会是第一个 我们要选第二个 Specific 嗯 就是这个Step 这个Step 这个Step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第一个圆圈和第二个圆圈 Join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中间 会是有多少个圆圈 那如果我打100 它中间 就会有100个圆圈 对 然后呢 OK 然后要怎样Join呢 就是你要按着键盘的Option 选一选第一个圆圈 OK 按多一次OK 然后 按第二个圆圈 OK 然后再接下来第三个 然后再接 第四个 它就看到好了 孙的 慢慢渐变 然后它就会渐变 这样变过来 OK 然后 那怎样去运用在字体上面呢 那我这里呢 是选择用Pan Tool 画一个字体 OK 我就有一个这样子 Levy Sales 看什么字都可以 很喜欢 什么字都可以的 那这个字 这样来的呢 你可以上网去找 你打Coreigraphy 然后什么字 就可以了 很像我打Coreigraphy Sales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照片 然后我用 当笔工具Pan Tool 去画那个样子出来 那怎样画呢 它其实跟我以前教的Photoshop 怎样去用Pan Tool 其实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然后呢 我就画了这个字 然后我要怎样把它变成这个彩虹呢 那很容易的 就是我选第一个这个 我要先抄这个出来 那这个呢 你会看到它好像很粗 这个字很幽 那我就把它刷下一个 大概 要按着Shift 按着Shift 然后刷下一个 大概这样的处理 我觉得 试一下看先 然后选第一个 然后呢 这个 我要先抄这个出来 Shift 按着Opt 就是抄 然后 然后 可能这里 这里有 一 二 三 三个线 然后我要三次 就按三个出来 然后 这个 我看 然后选第一个 跟这个 按着Shift 按一下 它就会选两个一起 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线 就代表 我已经选了 看到吗 选了这两个之后呢 就来这里有一个object 然后选这个blank 然后选replace 这个pint spin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自己 变成这个颜色 然后就选第二个 然后一样的动作 对 一样的动作 按着Shift 选第二个 然后呢 它就 一样的动作 做回 可以 可以 place 哦 很简单 然后最后一个 按着Shift 这个 然后再做多最后一次 然后你就会看到 好像觉得 好像这个我看不清楚是什么 好像有点太过粗了 那要怎样呢 就 把这个 再缩小一点点 大概大概 大概大概 我们也要试看每个字 因为每个字都不一样 OK 一样的动作 它的颜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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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 又到走 不一定 它是自己 自己去 这样 它会自己去 想看 这个它的 那个 方向 它会觉得 这样子它会很适合 它就自己变化 这样子 大概 大概这样 OK好 做好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搬去 很像 比如我要做海报 然后可能 图片 这样子 这样子 OK 然后就把这个字 抄起来 然后 就放进了设计里面 这个是我 之前做好的 大概大概 做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抄进来 然后 可以放它 这样子 这样子 好像很美哦 中间 就是这样子 就有力气感 对 这样子呢 这个动作跟 我们这样子做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 很像哦 比如这个字啦 嗯 当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这个gradient的话 你看 我直接 这样子 然后我点 点这个颜色的gradient 它就只有一个颜色 然后 然后 把它放除油的话 它就 不会有 别的改变 就算是 很像我在这里 可能 我有很多颜色嘛 然后我就 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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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呢,就会更加的生动 你看它的差别 这个呢,就会很生动 这个呢,就很死板板 这个就是新的AI的东西 它有这样的混合的方法 我就觉得它好像不够特别 好像没有很有promotion的 有很多sips的感觉 可能发的会灯光,发亮 我想要发一点发亮的,让它很突出 哇,真的是有亮亮的 亮点,有sips,有sips 然后怎样做那种亮亮的效果呢 是很容易的 同样的,我们换一个圆 然后这个颜色呢,我们就选这里 我们就换一个浅浅的黄吧 这样怎样做一个浅浅的感觉 然后呢,发亮呢,通常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抄一个出来,按着Opernate 抄一个出来,然后这个点掉 这个的,这边的那个透明度啊 Operensity 我要换0,让它有这样子渐变的感觉 然后呢,发亮呢,通常是从中间发亮出来外面 所以呢,我就选这个圆的,它就在中间咯 那我不要它太过,我要让它有小一点 小一点,对,小一点 那个透明就移前七五 移过来这里,这样子它就会小变小 然后呢,就把这个呢,放上来这里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好像不是很 它是有那种亮 可是它有亮,可是它不是被进去 像我放在这里,它就很乖乖一点 那要怎样让它融合这样子呢 就是在这里选择一个模式 我们选一个叫做Color Dome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把它放上去 然后,把它放上去 哦,它就比较Mesh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靠边哦 放另外一个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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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比较Futual 就比较Futual 好像一个装饰点 嗯,注意一点 然后,好像整个光层光 它就会比较好像有亮亮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对 像 garg小心 溶掉的话就很像 欸,好像大安掉的 嗯,嗯,对 然后,如果,它放上去 它就会,欸 好像有亮亮这样子 对,对 就会比较特別一點 就能 choice 人家就会点自己買你的产品 呵呵呵呵 哈哈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想要ẻ更多 关于爱爱的知识的话呢 请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还有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